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 60年来天山脚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人都说新疆是个好地方 只有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 才能感受到新疆的沧桑巨变 从今天开始呢 本台推出新疆济世系列报道 用我们手中的镜头带领大家去新疆看变化 天山下的舞者 百年足球村 创客 设计师 这些活跃在经济文化体育各个领域的典型人物 构成了今天活力时尚自信的新疆联谱 透过他们的故事 新疆济世将带您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新疆 在新疆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谚语 就是说会说话就会唱歌 会走路就会跳舞 所以有着歌舞海洋之称的新疆 孕育出了大批优秀的各族的舞蹈艺术家 今天的新疆济世 我们就来认识这样一位 将传统民族舞蹈与现代元素相结合的青年舞蹈艺术家 古丽米娜 买买题 正在为县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舞蹈节目 排练的就是古丽米娜 别看她现在是新疆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 8岁时却因为怕吃苦 错过了和同学上电视表演节目的机会 被父亲激将 个性要强的古丽米娜才从此走进舞蹈的世界 跳了21年舞 从与父亲赌气学习舞蹈 到如今将舞蹈融入自己的血液 这其中残酷的训练 充满汗水的精力 古丽米娜从没教过苦 一步一步走过来以后 还是觉得她值得 古丽米娜12岁被选拔到新疆艺术学院 从附中到大学 再从研究生到毕业留校 古丽米娜再没离开过新疆艺术学院 对舞蹈除了一份热爱 她更觉得有一种责任在先 因为我生活在新疆这个歌舞之乡 所以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传统舞蹈保护好的同时 又要接纳和容纳更多的现代艺术的这种元素 来发展我们的舞蹈艺术 来推广我们的舞蹈艺术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是我们这一代舞者身上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在去年国内一档舞蹈比赛节目中 古丽米娜在决赛中 并没有选择自己本民族的维吾尔族舞蹈 而是与同伴选择了一支塔吉克族舞蹈 杀入总决赛并最终夺冠 在她看来 传统舞蹈要保护更要推广 还需要人们对新疆的民族舞蹈 做正确的了解和认识 新疆的民族舞蹈不仅仅是游客们在旅游景点上看到的那些舞蹈 它还包括了市聚在新疆的13个少数民族 那么新疆的这个各民族的舞蹈不能统称叫新疆 我们应该通过他们的舞蹈文化来划分和称呼他们民族的舞蹈 如新疆的维吾尔族舞蹈 乌兹别克族舞蹈 塔吉克族舞蹈等等 让新疆各民族舞蹈更具生命力还需要创新 福利米娜和边创人员尝试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民族舞蹈中 创作了一批把现代舞流行街舞 与新疆民族舞蹈融合在一起的作品 我们的舞蹈的那种风格特别特别浓 然后我们在创新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就没有了他的风格 就会丢掉他的风格 他还是像维吾尔族舞蹈 但是你又一看吧 他又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他既没有丢掉他的风格 但是他也有一些现在有其他的舞蹈的这个元素 创新舞蹈一经推出很受欢迎 福利米娜曾带着创新舞蹈参加在韩国和意大利 举行的国际比赛 分获国际大奖 他的创新民族舞不仅在国内一些舞蹈比赛中获奖 还让他收获了不少粉丝 一早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看过他的视频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人觉得 他好像把这个传统的维吾尔族的舞蹈和现代舞结合了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看到他他是怎么跳的 我就是给我灵感 而且我也可以看到他怎么做的 我可能要模仿一下 要创新 首先学好跳好传统民族舞蹈 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鼓励米娜经常向研究舞蹈的老一辈艺术家们请教 搜集整理新疆的各族民族